各位企业铁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由其有在网络直播间里拍摄过来的一旁精妙对场局 他说当时主播讲 红方在谨慎居马双兵双四的局面下 可以巧妙守和黑方 不过呢当时又没有给出巧妙的破解方式 一经发表过后评论区却炸开了锅 有绝大多数高手认为此举红方 根本是守不住 黑方的一个进攻 那到底是谁对谁错 今天我们来一探究竟 表面上看起面 黑方有双拘高足的存在 无非就是这一步平均抗逝双拘错的杀棋 那一上手红方能不能守得住呢 如果选择防守 撑个四来倒双面的话 却发现根本行不通 因为一方直接高足就拱下来了 下一步起意图非常明显 只要拱足抗逝一将你就得平刷 平均吃事 红方必败 你就算呢 陶老帅也没用 黑方也是拱足抗逝 这一步呢 吃石江杀棋 红方必败为宜 那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江防不住也只能采取进攻了 这里呢你会发现 你如果跳马江的话 黑方可以退去吃马 压根好意 你这里呢如果拱底兵 兵借马威来围剿呢 黑方一上将就可以高枕无忧 好像呢我平兵一将 你一上将吃马 我进居将就有杀棋 你平将吃兵 我进居将也是居马的绝杀呀 没什么多大问题 但是呢人家黑方的花心马 就可以直接踩掉红方的花心兵了 这样一走红方兵一丢 你马又过不到江 你进居点江也徒劳无功 压根呢就没啥威胁 反倒黑方这一步平均抗逝 拱足杀棋 红方呢彻底担不住 必败为宜 所以呢一开局呢想拱兵江为家 根本呢是行不通的 现在呢称师爷不行 跳马江也吐劳无功 那这里红方威的阵手 到底该怎么走 很多球都一头雾水 即便呢唯一手段 很多球都意想不到 就是呢直接退居 第一步棋可以说是让人意想不到 那红方的退居不就是白送居了吗 实之不然 对于方来讲如果汤吃红居 红方虽然仅身一马双兵而已 但现在马就够到辣了 黑方这样不能动 别有选择只能退居来憋马退 但是呢反过来讲 你这个居就只能按兵不动 红方这手巧妙拱底兵 这一步呢平底兵杀棋 黑方呢就彻底揽不住 你先呢进去抗逝江 我就上老帅 你拱足一江 红方呢就上帅吃足 因为你仅有一个居可以发挥而已 另外一个居被马所创练了 你这时候抗递江 我刚好一撑死就挡住了黑居 黑方呢无法通过点价的方式 来仿吃红方的底边兵 一旦这么走 面对这一步平平杀棋 黑方必败而遗 所以呢向他一开举红方退居的时候 黑方呢是不敢吃红居的 那些对黑方来讲又该做何抉择呢 如果说吃红居不行 那现在对红方来讲马威胁非常大 如果呢退居吃马怎么样 好像这一步棋挺不错的 但实之不然 因为接下来呢对红方来讲 这里呢还是有妙手可以来解围 就是呢直接吃掉黑居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黑发现呢仅有一居一马而已 真的呢考虑防守 这时候呢马又无法呢发挥优势 反倒下一步棋红方公里兵 平平将就有杀棋 所以一方迫不得已也只能平居过来 随时呢可以跳马来围剿了 但一旦这么走 我也是拱兵 这一步平平决杀 黑方别有选择 只能跳马来防守 但一旦这么走也没用 红方这一边呢进离居到下线 这一步呢平居将杀棋 黑方呢这手谁都挡不住 必败无疑 所以呢此局呢一开局 红方退居之后 黑方呢吃红居不行 退居吃马也惨败 那现在能不能直接用马 踩掉红方的GP马呢 感觉呢又受住了底边的雷线呀 这一步棋呢挺不错的 但是呢如果这么一走也一样 我也是平居打掉黑居 下一步棋呢禁居一将 黑方呢照样防不胜防 对一方来说现在居主根本没有联动的机会 为了防止红方的拱兵相杀棋 如果一方平居来盯住红方这个兵的话 压根呢起不到任何威胁 那这手红方即便现在只要禁居将 逼一方走位就行了 下一方有挡项或电马两种变化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如果一方直接用马来挡住红居 那红方呢趁此机会 直接呢拱兵来围剿 创造杀棋 把A方的前居变成一个底居 B方的居引力回去之后 就可以巧妙抬高居 从勒到作杀了 而A方这时候十分无奈 现在呢居完全无从发挥 马呢也无法吃红兵 将又不能动 唯一的方式只能跳马来挡项面 但已经为希望 我平居抓马 下一步骑吃马将这一步杀棋 黑方彻底拦不住 必败无疑 那这也是红方这一边进居将之后 黑方跌马的变化 那如果挡项呢 其面是否有所不同 这时候红方又该合去而从 红方这一边呢就退居 仿着黑方的马了 现在对一方来讲 如果随便跳马上来的话 红方这手只要甩边居 这一步呢 近底居杀棋 黑方呢 谁也挡不住 也只能等着败 那马不能跳 G呢也无从威胁 只能退居 来保住这一匹马 当时呢 你退居保住这一匹马 红方呢就拱底兵了 现在不骑平兵将 你只能呢 退马来吃兵 我就可以白打黑方的G 你现在这个G也不能逃 要保住这一匹马 防止呢 这一步 卡马代将的杀棋 一旦这么走 下一方这时候 不管是拱族也好 飞向也罢 都已经为希望 我都是平兵将 逼你退马吃兵之后 只要灭掉黑G 黑G一丢 天地要败 那这也是呢 红方即便选择 退底居之后 黑方用马 吃红马的一个变化 都是行不通的 那好像这么一看 此局不就是一盘 红方的必胜局吗 实之不然 当红方第一步棋 选择退居防守的时候 黑方既不会吃马 也不会吃红居 唯一的手段是直接用居 拱掉底辈的当势 这一来局面就有所不同 现在红方这时候呢 被叫做居将 如果呢 选择上帅的话 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为黑方呢 就可以通过退居将 形成居主的困将杀棋 所以现在迫不得已 红方只能呢 用居硬吃黑G 来防守 而一旦这么走 黑方现在 根本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为了呢 保住率面 这一边的黑方退居防守 压根醒不通 唯一的手段 也只能平居灭掉红居 那双方呢 这么一对 红方现在不起意图非常明显 还是拱底足 平兵将杀棋 黑方呢 肯定不乐意 现在随便跳马的话没用 我跳马一将就是绝杀 所以呢 迫不得已 只能赶紧吃掉红方的马 但红方这时候呢 拱底兵 等黑方一手 对一方来讲 现在千万不能大意 因为如果直接拱足的话 红方平兵一将 就可以形成杀棋了 因为帅 把黑方的马给套牢住 一旦这么走 黑方铁定要败 所以黑方这一边呢 为了保住将面 解脱这一匹马 只能用高足 来挡住红帅 随时呢 防止红方的平兵将能闷杀 但一旦这么走 红方呢 就称势走先起 黑方的足 有足不能拱 因为足以丢 红方呢 随时有平兵将能闷杀机会 所以迫不得已 仅有飞向 先起隔走 那红方呢 仅有双兵的作杀 一旦被马挡在了门外 压根呢 就没啥威胁 所以呢 只能动帅走先起 你一动帅 黑方呢 就落向 你一下帅 黑方就飞向 双方只能互为亲自 握手言和